2023年是澳门回归祖国24周年 在内地与港澳人员往来全面恢复 澳门文化和旅游业加速复苏的情况下 澳门将如何进一步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凸显其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独特作用 如何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助力 我们邀请到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成先生 为我们进行权威解读 您好 特首 2022年12月23日您来经述职 国家主席习近平听取您对澳门当前形势 和特区政府工作的情况汇报 并对您和特区政府的工作表示了充分肯定 您如何总结过去一年的工作呢 在疫情的管控之下 澳门是经济受到很大的影响 因为澳门是个旅游城市 多元化还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 我们在这个三年 但是我们没停止 我们的基本建设 我们的有关的博彩法的修改 国家安全法的修改等等 这一方面我们都是在正常的推进 我们很感谢在中央政府的指导和领导之下 我们在这一方面得到了一定的成果 所以能够达到我们的预期的目标 二十大报告提出支持香港澳门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您觉得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过程中 澳门可以提供怎样的助力 我们是个小地方 但是我们一定按照中国 我们的总体的这个有关的发展的方向 像国家给了我们在横琴 对澳深度合作区这个机会 我们要把这个机会要抓好 所以在这一方面也是我们融合国家的发展大局 和有关的在大湾区的发展的方向 和我们澳门在横行发展的目标 都是相吻合了 2023年是澳门回归祖国24周年 您如何看待澳门24年来的发展 在您看来新时代新征程 澳门如何坚定落实爱国者制傲的根本原则 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支援呢 24年以来澳门的发展是有目共睹 我们有很漂亮的新区 也有把我们原来的老区保护得很好 那现在我们的旅客恢复了 那就没有这个社会产生很多的不安心 大家有信心了 那我们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要把横行多元产业一定要发展 但是多元产业不是马上可以做到的 它是有个过程 今年2月6日起 内地与港澳人员往来已经全面恢复了 在新的形势下 您对澳门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 以及内地加强交流合作 有何期待 1月8号开始到现在 都是保持了平均4到5万以上的 这个有关的游客的人士 所以这方面来讲 也是我们的澳门能够吸引大家吃 吃得好 澳门的美食很好 住住得好 我们的酒店是在福布斯 他们的评估来讲 我们澳门现在是全世界第一了 所以这方面也是澳门这个几年 和过去的十几年店家的基础 所以这方面我们必须要做好 我们下一步的产业多元化的发展 旅游这一块我们不为丢 还是保持家常要发展 但是我们其他产业 我们一定要同步发展 我们本届政府 我们已经提出了一加四 旅游原来的原来传统产业 我们不丢 这是我们的一 那我们另外来讲 其他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四个百分之十五 分四个行业 第一来讲 我们科技行业 这是和内地共同发展 在恒情有发展的机遇 这是我们的多元发展的重点 第二来大健康产业 我们北京协和医院 在澳门也马上 今年下半年就要开始了 所以对我们整个大湾区 包括了我们东南亚地区 很吸引力 那第三方面 我们的会展和零售 这两块也是我们的重点 那我们在这一方面来讲 我们加强发展 第四来讲 肯定是我们的文化 旅游等等这一方面 那文化方面 我们有很好的表演场所 都是世界一流的 所以马上五月份 很多韩国世界最顶级的 表演团都到澳门来了 我们还有很多 大型的体育节目 都会到澳门来 所以我们希望 和李家超特首也有个共识 香港澳门大湾区连线 我们共同用大湾区的概念 去把这个有关的 娱乐节目也好 体育节目也好 会展节目也好 大家联通一起去发展 就融入国家的大湾区的 这个发展的要求 在这样的大环境中 如何进一步凸显澳门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 独特作用 澳门是个比较小的城市 所以在大湾区里面 我们体量最小 但是我们的独特又是 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 我们有400多年的历史 澳门来讲 我们有不同的综合体 但是我们也保留了 很多中普文化的 原来的元素在里面 我们给它保护好 所以这方面来讲 是很多城市不具备的 我们最近把我们大三八 做了AI之后 大家可以看见 我们原来的大三八 是一个什么样子 它是我们远东 最早的一个神学院 现在来讲它是个大学 大家都可以去 从历史上面看到 澳门的变化 那想请您谈一谈 澳门怎么样来进一步完善 国家安全法治体系 以及这样做的意义何在 能够发挥怎么样的作用 澳门国安法 是按照基本法23条 来立的法 在内地重新修改了之后 我们要根据内地的定义 我们做了一个新的 一个修改版本 更好地保护着人的权利 澳门大部分居民 都是很支持统一的 这一方面我们必须要做好 因为国家安全是第一位 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 按照宪法 应该要做的事情